美國國際開發署副行政長官格力克告訴《華爾街日報》 美國準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高達數十億美元的貸款 和其他財政援助 以便給它們可以從民主國家 而不是從中國購買設備 開發署正推進這個努力 開發署過去已提供食品援助 以非科技援助著稱 為了這次行動 他將派遣工作人員 會晤發展中國家的官員和監管者 旨在廣伏這些國家 使用華為和中興的電訊設備是壞主意 華府這次援助行動 代表著美國擴大和中共科技冷戰的新戰略 特朗普政府一直試圖揭制中共的科技進步 因為擔憂中共的間諜行動和貿易做法 格力克說 美國希望向發展中國家發出兩個信息 中國設備容易受到間諜攻擊 中共金融援助機構提供的 用於購買設備的貸款 可能令它們掉入陷阱 格力克說 這些國家因此背上巨額債務 然後中共接管了這些國家的資產 由於美國缺乏可以生產5G設備的大型無線設備製造商 華盛頓打算與芬蘭諾基亞 瑞典的奧納遜 與韓國的三星簽署協議 美國國際開發處也可能支持美國小公司開發5G技術 使用分別的貸款